Hello,大家好,我是小佳,我是小曼 今天决定带小曼和韩韩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明天出发自驾三亚 现在过去在超市采购点东西 顺便给小曼买几件短袖 衣服是次要,主要是买些泡面呀 香肠呀,怕高速上堵车 因为这两天是返程的高峰 走 自驾到三亚全程2000多公里 2600公里,然后需要26小时 26小时 估计要开好几天 没问题 打算去的时候走重庆这边 按照它这个路线 对,重庆这边,然后环岛一周 挑几个城市转一转就行了 就回来走长江这边 你全转完也不太可能 今天是大年初六,还是人山人海的 这都是回来的,你知道吧 彩票 记得小时候这个过年彩票确实卖的好 大家都喜欢过年呱呱彩票 这是小孩的短袖 这过去不能穿呀,太热了 觉得挺便宜的 可以挑几个短袖 你这个短袖特别,这个特别好 California,刚好适合三亚 加利福尼亚海滩 加州的阳光 这个不行,要拿亮点颜色 甜点都是一个颜色 弄了半天你没拿那个California 就把那个短袖拿上 你看你身上穿的都是一模一样 整天都是一个颜色 广大网友都不同意了 漂亮这个,这个才适合三亚的海滩了 那你自己挑,我不管 买个防晒霜,有吗? 防晒喷雾 就拿这个 喷的,防晒雾 好了,买了几件短袖 准备回家了 网上买的后座椅床垫也到了 然后这种折截的小桶 临时放个垃圾或者上厕所都能用上 回来吃个油泼面 这两天西安的油泼面是特别上了热搜 开始下面 这只是形状不一样 这一次准备自驾 第一次自驾游 2000多公里 我就喜欢挑战 那么多人都能开到,咱往下开不到 中途 咱中途可以去几个城市转一下 从结婚到现在也没出去玩过 这次刚好自驾就好好玩玩一玩 带你和韩韩转一转 咱好像就去过成都是吧 从结婚 武汉三岁上去 这次自驾就刚好转转一圈 多停留几个城市 油热了 油泼面 你看这个 这两天回民街人吃超级超级的多 然后有一个游客在昆明街吃了一碗油泼面 20块钱 里面不是6根面 而是6片面 所以上了6片面 所以上了热搜 真的是 很无语很无语 我觉得不管游客再多 把这个服务标准 该多少量 该怎么做 我觉得必须把这个做到位 别做一锤子买卖 到时候 以后人家再也不来咸 这就真的是 亏大了 就跟上次 大概是初二啊 初二去 那个五一饭店 拍那个视频看了 有一家 那个 米瓶 真的是 让我大破眼见 要是外地人第一次吃到米瓶 我敢保证他以后再也不想吃这个米瓶了 绝对对这个米瓶的印象就是硬 根本 加南像米瓶 因为他家 那个米瓶绝对是 硬邦邦的 已经成了硬邦邦了 所以我最后也没吃完 吃了两口 最近自驾去三亚比较热 然后我妹是年前去了一次三亚 她们也是四个人自驾去 换了开开了一天一夜 一天一夜就到了 中间的几乎没停 牛眼 去抓螃蟹 海边 她兴趣不大 吃完饭把东西收拾 你现在早上吃完饭就出发 你还你怎么压不想去 用羊子玩不了了 你跟你小朋友我玩不了了 带你好好转转一转 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啥样的呀 我觉得你去年说你想去三亚看海 看三亚的沙子 对吧 我今天等你去 我现在始人了 去中间的课